第936章 第二种未来 与善观金的书生轮回走出混沌之气 感应苏云的位置 笑道 苏道友浑然没有超脱者的姿态 由自为凡人争斗 真是可笑 他来到前往仙界之门的必经之地 静静等候 几日后果然苏云来到这里 书生轮回精神振奋 以道音哈哈笑道 苏道友 你为何不老老实实待在我留给你的封禁之中 为何一定要跑出来 你这样令我很为难 星空中正在赶路的苏云猛地遁住 和颜悦色 浑然不见半点怒气 弓身见礼道 圣王又何故不留在混沌之气中养伤 跑出来挡我去路 书生轮回笑道 我只是来拨乱反正 收回我的神通 你投机取巧 练我的神通结合太义天都 让自己空前强大 企图逆天改命 却空有强大的法力和道行 而无境界迟早会吃个大亏 苏云神情微动 长一道地 城之万分道 若非道兄指点 我还不知自己败在哪里 多谢道兄指点 书生轮回错愕 他原本以为苏云会因为自己的话而大怒 与自己动手 却没想到苏云居然真心诚意地接受他的指点 他虽说指点 但与其老气横丘 姿态居高临下 寻常人哪里会听他说教 但苏云已经经历过一世 在上一世中他便是有强大的法力和道行 而无境界 以至于被黑白轮回收走了神通 以至于败亡 苏云轮回的话虽然不好听 但一针见血指出他的弱点 让他颇为受益 苏云直起腰身 笑道 道兄这道神通乃是我斩杀地狐所得 地狐不如我 因此神通落入我手 我用他束缚轮回禁区 镇压数千万节灰仙 让他们无法逃脱危害世人 不过 道兄既然开口了 那么我乌归原主便是 这句话又完全超出苏云轮回的意料 只见苏云果然散去了太义天都 不再镇压 苏云轮回轻轻一摇雨扇 将轮回神通收回 迟疑一下 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却又不知道不对在何处 苏云记起玄铁中 镇压轮回禁区 钟声不断震荡 免得节灰仙逃脱 面带笑容道 道兄收回神通 那么无法阻止我破坏明堂雷池了吧 原本有这道神通在 苏云只要摧毁这座雷池 下一刻雷池便又自豪端端地出现在轮回禁区之上 现在苏云轮回收走了神通 便再也无法阻止苏云摧毁雷池 苏云轮回摇头道 是我理亏 有你便是 苏云终生一震 将明堂雷池镇成鸡粉 那玄铁中震荡不绝 把明堂雷池所化的鸡粉镇成混沌之气 断了轮回圣王复原他的可能 这才罢休 轮回大道固然高等 但天生就被混沌大道所压制 因此 只要打碎成混沌之气 便无法复原 苏云输了口气 向苏云轮回笑道 道兄此来寻我 莫非还有其他事 书生轮回摇头 转身离开 突然又停下脚步 转身道 苏道友 轮回之中 我掌管天道轮回 天里朝朝报应不爽 说的便是我 虽说你的所作所为很合我的意 但天道无情 将来开战 我不会留情 苏云正色道 这是自然 只是希望道兄将来杀我时 能为我今日之举而迟一片刻 也算是我的奢望了 书生轮回若有所思 轻轻点头 飞身盾去 带他回到第七仙界的边陲 进入混沌之气回归本体 轮回圣王睁开眼睛 也不禁有些诧异 我对苏云的观感一直不太好 总觉得他自以为是 没想到他竟能听我的劝 倒也不是那么令人厌恶 只是 这次见他 不知为何总感觉有些古怪 苏云虽然将轮回神通还给轮回圣王 修为实力大损 但是先天道尽七重天毕竟强大 太一天动魔轮催动起来 依旧足以碾压朱地 这是他主动送还轮回神通的原因 只要轮回圣王不亲自动手对付我 那么帝户与朱地都将被我割杀 他一路向前赶去 终于追上幽朝生所在的星辰 心中欢喜 幽道有 这一事我不会让你死亡 就在此时 突然一道明晃晃的飞环从星空中飞来 当得一声巨响 撞击在幽朝生所在的那颗星辰上 那星辰哪里能承受的起轮回飞环 这等至宝的一击 星辰与上面生活的数千万生命 连同幽朝生一起 统统化作鸡粉 苏云目自决裂 满口牙齿险些咬碎 轮回圣王 混沌之气中的轮回圣王抬手 收了飞回的飞环 笑道 虽说苏道有对我动之以情 但我可不能忘了他 已经修成先天道尽的七重天 从前苏道有没有修成 先天道尽七重天时 我还可以容忍幽朝生 但既然苏道有修成了 那就需要怪我无情了 他心中颇为得意 苏云境界突破 神通的确高深莫测 苏云甚至突破他的封印和镇压 大道修为一半在轮回封印之内 一半在封印之外 倘若被苏云寻到幽朝生 将幽朝生的伤势治愈一半 对他来说也是劲敌 毕竟他可没有人帮他治疗伤势 轮回圣王自言自语道 幽朝生死了 但地乎却被苏道有 杀得没有了斗志 我需得让他振奋起来 他沉饮片刻 笑道 也罢 让我赐给他一场造化罢 苏云面目阴沉 寻找一番 他继续前行 带到他来到天后 众精灵等人所搭建的星河长城时 心中猛的一尘 只见轮回飞环这件无上至宝 悬浮在杰灰仙大军的上空 无数杰灰仙半涌向星河长城 只一瞬间便有无数杰灰仙死亡 但下一刻又纷纷从轮回飞环中附生 无穷无尽 苏云手足冰凉 这种情况下 众精灵他们哪里还有任何身份 他杀上前去 就在此时 帝乎率领朱地记起轮回飞环 当得一声撞击在玄铁大钟上 这口玄铁大钟 原本镇压轮回禁区 不让杰灰仙逃脱 此刻被飞环一撞 未能顿时被压下 那轮回禁区之中 数千万节灰仙 顿时解脱出来 蜂拥杀出 苏云奋力厮杀 却被帝乎与各大分身记起飞环 将他困住 帝乎 我能杀你一次 也能杀你第二次 哪怕轮回圣王 将磁宝借给你 苏云勃然大怒 催动太天 督魔伦 顷刻间将玄铁大钟的威能 提升到无与伦比的地步 帝乎则身躯一抖一摇 顿时数以百计的分身 纷纷回到他的体内 他的皮囊瞬息间便鼓胀开来 重现太古大地的肉身 记起飞环沙来 冷笑道 上次我一时不查 被你算计 这次拥有无上重器 你只有死路一条 终 环碰撞 当得一声巨响 四周空间成片成片扭曲跌落 坠入轮回之中 苏云也被拉入轮回之中 却仗着先天一气 轮回不加深 催动玄铁大钟镜字 杀入一场场轮回转世 追杀地乎 两人在一场场轮回之中厮杀 玄铁中与飞环碰撞 这两大至宝 可以说是当时最强至宝之一 远超地渐渐完 子府 金关之流 论威能和变化 轮回飞环还远在玄铁中之上 但苏云的修为实力 却要超出地乎不知反几 弥补了玄铁中威能上的不足 带到苏云沙船轮回 将地乎生生击毙 踢着地乎的脑袋 走出轮回环时 突然心中一片冰凉 前方 星河长城 不知何时破灭 劫火熊熊 将星辰烧尽 只剩下劫灰 一定还有幸存者 一定还有 他丢下地乎的头颅向前赶去 在长城的另一边 他看到了重精灵的化作劫灰的尸身 由自主者斩到石剑 他追向前去 又看到尚未燃烧干净的乌仙宝树 看到劫火中递招的尸体 旁边是玉岩昭的尸身 他一路前行 内心越来越冰冷 沿途是一颗颗破碎的世界 那些破破烂烂的星球 是第七仙界的迁徙者 他们被劫灰仙追上 苏云亮枪向前 看到空无一人的五色船 金观中一无所有 又看到了残破不堪的见证图 他迷茫地向前赶去 来到了仙界之门 仙界之门前 也经历了一场战斗 苏云看到了先后娘娘 神通留下的痕迹 这位其女子 也葬身在这场战役之中 仙界之门上 苏云看到了轮回圣王 这尊蓝绿巨人坐在门楼上 俯瞰着一切 苏道友 第七仙界结束了 轮回圣王俯下身来 面目停在苏云的前方 硕大的面目 遮挡住整座巨大的门户 直视苏云 声音轰隆隆震动 你与地乎厮杀的那几年 一切便已经结束了 叫天天不英 叫地地不灵 最终看着自己的族人 统统死在截灰仙的口中 而他自己最终也历劫 被截灰仙吞噬 面对这尊巨人的面目 苏云像是一根 插在虚空中的钉子 不动不摇 直视轮回圣王 那些截灰怪呢 苏云询问道 轮回圣王笑道 没有了天地元气 他们也被自身的截火烧尽 化作了截灰 你放心 他们逃不到第八仙界 苏云心中又生起一丝希望 道 你不干涉第八仙界 轮回圣王摇头笑道 道友 若非你一心想改变历史 我甚至连第七仙界 也不会干预 正是你和地混沌的 自宜妄为 我才不得不出手修正 道友 我们九年后再见 他身形消失 苏云沉默 过了片刻 来到仙界之门前 双手用力 推开这座古老无比的门户 第八仙界的光芒 映入他的眼帘 先后娘娘推不开这座门 但是苏云可以 柴出西也可以 可惜柴出西战死 在路途中 没能走到这里 九年后 轮回圣王来到 第七仙界的地庭 只见这里依旧欣兴向荣 并未腐朽 不禁赞叹连连 向苏云道 道友 你的先天仪器 的确很有一套 有我不能及之处 苏云询问道 道兄是来杀我的吗 轮回圣王观察一口口 先天神井 只见神井连通混沌海 将混沌海水 源源不断化作仙器 供应这一方百姓 尽管第七仙界 其他地方已经化作结灰 而这里仿佛净土一般 未被侵袭 轮回圣王笑道 原本是来杀你 但第七仙界的一切因果 已经结束 你跳出了轮回 算是我的道友 因此 我既有杀你的理由 又有不杀你的理由 苏云请他落座下来 询问道 道兄难道不怕 第八仙界会 有人突破到道径十重天 轮回圣王画 作寻常人大小 摇头笑道 谁能突破十重天 第一圣王轩缘 还是圣皇语 又或者是第八仙界的后起之秀 他们统统不可能 苏云一边侦查 一边虚心求教 轮回圣王道 第七仙界之所以成为轮回路上的一大威胁 不是因为诞生了你苏云这样的天才 而是帝爵 是帝爵将文明一代又一代传递下来 从第一仙界一直传递到第七仙界 以至于有了后来的质变 再加上帝混沌和外乡人推波助澜 道径十重天才尽在咫尺 第八仙界有什么 他双手一摊 笑道 仅凭几个尚未进入道径的圣皇 能摸索出道径十重天 没有这个可能 苏云道 我可以教他们 轮回圣王饮茶 摇头道 你教不了他们 你的鸿蒙符文无人能及 但也先有人能学会 就算学会了 也不是仙道 更何况 你自己也没有修炼到道径十重天 弹劾教他们 一席话过后 轮回圣王离去 苏云这些年终于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安心修炼 二百万年后 他终于摸索出义的道理 鸿蒙符文再度完善 修炼到先天道径的第八重天 这二百万年来 地亭中虽有一人修炼到道径九重天 但根本无力冲击第十重天 苏云也在这段时间屡屡进入第八仙界 这第八仙界也的确如轮回圣王推测的那样 并没有人突破到道径十重天 甚至连道径九重天的人都是屈指可数 苏云一边修炼 一边继续等待 然而 第八仙界出现结会化的迹象时 也没有任何人突破道径十重天 苏云暗叹一声 这日 轮回圣王找到苏云 主动为他侦查 笑道 苏道友 你还没有突破到道径九重天吧 你能突破道径八重天 参悟出一和铜 已经是极限了 九重天 你便是整个混沌海无上的天君 宇宙破灭 你也可以长生不死 可惜 而今仙道宇宙即将破灭 你却做不到这一步了 苏云声音沙哑道 第八仙界为何破灭得这么早 其他仙界都有八百万年寿源 为何第八仙界只有三百万寿源 轮回圣王笑道 因为第七仙界的结会化太快 导致他死亡的速度一下子加快 以至于第八仙界的寿源 也不如之前的仙界 你我毕竟是道友 今日我来为你送行 他仰起头来 看着深邃的天空 第八仙界没有敌人 生于安乐乡中 没有任何危机感 又怎么会诞生出强大的存在 此时 他们这才感觉到末日的降临 像眉头苍蝇一样 四处寻找仙界之门 然而八座仙界过后 哪里还有新的仙界 苏云仰头 看到了北缅长城的崩塌 混沌海水倾泻下来 摧枯拉朽般摧毁第一仙界 第二仙界 第三仙界 很快 混沌海的滔滔海水树起 像天一样高 从四面八方向地庭碾一二来 轮回圣王激动难耐 站起身来 记起轮回飞环 献出十六手十八臂的真身 笑道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时刻 我将在此时获得自由 苏云站起身来 看着铺天盖地涌来的混沌海 海水呼啸 将它淹没吞噬 顷刻间拍碎成鸡粉 轮回圣王哈哈大笑 等待混沌海 摧毁第七仙界的一切 就在此时 混沌海水突然在一口 仙天神井前炖住 无数灵光从井中迸发 化作一朵莲花 莲花越来越大 越长越高 将混沌海撑得向四周退去 轮回圣王顿之不妙 探手便向那株宇宙灵根抓去 吏声道 姓苏的小娘贼 你算计我 莲花轻轻一颤 绚丽无比的光芒 四面八方涌去 三百万年前 轮回圣王居于 地混沌尸身所散发的 混沌之气中疗伤 一边奋出自己的天道分身 化作书生轮回 道 等我伤势恢复一些 便可以催动轮回大道 让自己回到巅峰状态 咦 等一下 哪里有些不对劲 他猛地起身 献出一颗颗脑袋 一条条手臂 面色凝重道 我突然察觉到 一股奇特的力量 静静运转 连我也被纳入其中 虽然微弱 但的确在运转 真是古怪 难道是地混沌倒鬼 他探查一番 没有发现什么奇特之处 心中狐疑万分 书生轮回还在等候 轮回圣王暂且放下心思 道 等我恢复到巅峰状态 便可以查看 这股力量的来源 至于我那道神通 道有多多费心 第九百三十七章 他娘淡的 齿小瑶撇了撇那口 先天神井 颇为疑惑 记住这一刻 为什么记住这一刻 这株莲花是 苏师弟 你变了 他惊讶地看向苏云 又反反复复打量几遍 只见苏云的样貌虽然未改 但身上却有一种深沉的气质 从前的苏云 是少年星星 阳光 聪明 轻浮 看到漂亮女人挪不动脚 现在的苏云 却像是多了岁月的沉淀 只是这沉淀太深太久 以至于齿小瑶看不出 到底有多少万年的岁月 从她的道心中流过 化作沉淀物 日积月累 以至于她的气质 蒙上一层陌生成熟的颜色 她正要询问 苏云突然消失 另一边 书生轮回赶来 准备在半路上截住苏云 收回轮回神通 却见星空突然剧烈动荡 如同一道滔天大浪 卷起无数星辰 向这边压来 书生轮回哈哈笑道 苏道友 你为何不老老实实待在 她还未说完 便被那道时空的大浪掀起 抛到高高的浪尖上 几乎飞出第七仙剑 她向下看去 却见无数道花盛开 数不清的道径在下方绽放 苏云正在赶路 周深不计其数的道径 形成了先天道径的第七重天 随即大道震动 先天道径第八重天 赫然被开辟出来 伴随着先天道径第八重天的 是更多的其他道径 从前苏云的道径总数 多达12万种 现在道径数量不断增长 达到64万种之多 书生轮回心中骇然 她突破到道径第八重天了 这修为实在太凶魂了 她刚刚想到这里 便见苏云已经远去 既没有杀她 也没有停下说话 书生轮回从浪尖上落下 惊疑不定 看向苏云离去的方向 难难道 她的修为精进如斯 地乎还哪里是她的对手 苏云一路狂飙 没有任何停留 直奔幽朝生所在的小世界而去 她修为突飞猛进 上一个未来世 她修炼到先天道径的第八重天 参物初一 领悟初到的变化 修为何止倍增 她的法力提升了不下十倍 以这等滔天法力 她已经可以横行当势 她追上幽朝生所在的小世界 终于在轮回飞环到来之前 救下幽朝生 幽朝生见到她 惊疑不定 道 云天帝为何风尘仆仆赶来 苏云飞速道 轮回圣王将会记起飞环杀你 我特来相救 事不宜迟 我们尽快前往前线 诛杀地乎等人 平息这场浩劫 她鼓荡法力 让整个小世界镜子加速 以惊人的速度 在宇宙中迁徙 幽朝生见到这种速度 更加惊异 诗声道 苏道友 你的修为境界 不止道境七重天 苏云顾不得解释 全力赶路 一心要在轮回圣王出手之前 垂死地乎 解决结灰仙之乱 而在此时 书生轮回 则返回边陲 回归轮回圣王本体 轮回圣王吓了一跳 诗声道 她修成了道境八重天了 不对劲 这里有些不太对劲 她的鸿蒙符文高深莫测 先天一气修成道境七重天 连粉宇宙的十年积累这等机缘 也无法让她突破 须得借我的神通 在轮回中才能参透 这世上 只怕根本没有 让她突破到 道境八重天的机缘 她面色阴晴不定 苏云的突破到道境八重天 这机缘来自何处 别说道境八重天 就算是七重天 地乎也不是她的对手 看来 只好我亲自出手了 苏云带着幽朝生和那颗星球 横跨星空 一路未停 铺置地乎所率领的 劫灰仙大军前 不由分说便大开杀劫 一招之下 将地乎皮囊击穿 隔沙于婉舟 只穿银水源 剑珠仇云起 掌披玲珑 一声道贺 镇死猿三顾 和地乎百万分身 她正在大杀四方 突然一道明晃晃的轮回 飞环飞来 当的一声巨响 敲在她的脑门上 将她一圈敲杀 幽朝生呆了呆 却见那飞环敲死了苏云 便直奔自己而来 下一刻 幽朝生生死到消 轮回圣王收了飞环 有些自怨自艾 我原本打算在十年后 再杀苏道友 没想到不得不提前 十年诛杀她 苏道友的修为精进 让我恐惧了 不过好在 她和幽朝生死掉之后 也就没有这么多 幺蛾子了 她刚刚说到这里 突然只见 第七仙界中心的地亭中 无数灵光汇聚 化作一朵莲花冉染生气 轮回圣王脸色巨变 不由分说 将轮回飞环记起 立声道 我说古怪在哪里 原来在这里 一定是姓苏的小兔崽子 用我的轮回神通 加持这株宇宙灵根 轮回飞环呼啸而去 打向那株宇宙灵根 还未接近 突然灵光迸发 席卷第七仙界 时空又一次回到十天前 轮回圣王愤出天道分身 化作书生轮回 正欲让他去寻苏云 收回自己的神通 突然晃了晃脑袋 叫道 等一下 此事有古怪 不知什么缘故 我总感觉到有些不安 容我搜寻天地 细细查看一番 他身躯一摇 献出其他头颅 道 诸位道友 助我一臂之力 书生轮回 也镜子返回他的身上 轮回圣王催动法力 将第七仙界折叠起来 化作一个巨大的轮回环 查看第七仙界的历史和未来 这一番查看 非同小可 只见苏云死在十年之后的 那个未来消失了 轮回圣王吃了一惊 只见其他未来一片混沌 模糊不清 让他无法看透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第一种未来消失了 他突然闷哼一声 急忙停止查看 第七仙界的轮回 幽朝生给他留下的道伤还在 这次强行查看未来 带给他极大的压力 道伤又有崩裂的趋势 轮回圣王定了定神 立刻查看苏云的动向 却见苏云风驰电撤 赶往幽朝生所在的小世界 苏云突破到道景七重天 一半在轮回之中 一半跳出轮回 若是被他一号幽朝生 那么我便危险了 轮回圣王不由分说记起飞环 向幽朝生所在的小世界砸去 不料苏云宛如未卜先知 突然速度大大提升 抢在飞环到来之前 将幽朝生连同那个小世界一起救走 让他砸了个空 咦 轮回圣王惊讶万分 就算苏云修炼到先天到尽七重天 也不可能在他面前救走幽朝生 苏云在道行上超越我 从他至今未能彻底摆脱我的镇压来看 我的神通精妙 还是胜过他许多 至于修为 他更是逊色我良多 在神通和修为实力不如我的情况下 他是怎么算到我即将出手 轮回圣王心惊肉跳 观察苏云的动向 却见苏云一边不紧不慢地往星河长城赶去 一边为幽朝生疗伤 轮回圣王迟疑一下 没有动作 幽朝生的伤势极重 他最多能治愈一半 半个幽朝生再加上半个苏云 应付这股战力 我还绰绰有余 过了十多日 苏云这才来到星河长城附近 而幽朝生的道伤 却也被他治好了几分 两人辅役来到长城下 便立刻对帝乎 玉岩昭等人痛下杀手 轮回圣王剑撞 连忙解下轮回飞环 向星河长城抛去 苏云和幽朝生如狼似虎 飞速斩杀帝乎与玉岩昭 大破截灰仙大军 就在此时 轮回飞环飞至 眼看不要撞在苏云的脑门上 突然玄铁中恰到好处的撞来 两大至宝撞击 迸发惊天动地的巨响 玄铁中不敌 却也将轮回飞环状地偏邪 苏云爆发出先天到尽八重天的修为 终于挡下轮回圣王的必杀一击 经不住欢天喜地 哈哈大笑 轮回小儿 而今没有能耐了吧 轮回圣王恼羞成怒 从腰间解下五口混沌中 抛制过来 苏云笑声未落 仰头便见五口巨物从天而降 带着滔滔的混沌之气碾压而来 赫然是五口混沌中 他的笑容顿时将在脸上 他认识这五口中 这五口中是帝混沌的宝物 蕴藏混沌之道 然而却是轮回圣王炼制而成 帝混沌死后 五口中一直被拴在轮回圣王的腰间 你娘 他只来得及骂出两个字 钟声便自响起 将他炼成灰烬 幽朝声心中亥然 正要逃走 轮回飞环呼啸飞来 敲在他的脑门上 当场毙命 连体内盗戒的元神也被击杀 轮回圣王阁杀两大高手 收回五口混沌中和轮回飞环 面色阴晴不定 低声道 若是没有地混沌的钟 我便阴沟里翻船了 那古力量还在 古怪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 为何让我有种不安的感觉 突然 第七仙界灵光迸发 轮回圣王脸色大变 顿知这古力量的来源 然而 他已经来不及阻止 不经手足冰凉 时空回到十四天前 苏云再度从地庭出发 赶去营救幽朝声 这次 他避开书生轮回 救下幽朝声之后 不急着去支援星河长城 而是一边躲避 轮回圣王的飞环袭击 一边为幽朝声疗伤 待到幽朝声道伤好了一半 修为也恢复了一半 幽朝声帮助苏云 把玄铁钟敲圆了 两人 这才敢往星河长城 这次苏云 有了十足把握 心中冷笑 上次我太心急 没有把幽道有治好 便自出手 这次幽道有恢复半数实力 我的玄铁钟 也不再瘪巴巴地 像老太婆的嘴 我就不信 还能挡不住地混沌那几口破钟 地乎等人很快死在 苏云和幽朝声之手 苏云如有神助 记起玄铁钟 挡下轮回飞环的一击 笑道 幽道有 轮回圣王妖间的五口中要来了 有信心吗 幽朝声豪气甘云 笑道 我好歹也是道神 什么中能奈何的我 五口混沌中从天而降 环绕两人 钟声一响 苏云和幽朝声顿时 肉身破碎 原神化解 灰飞烟灭去了 即便苏云的玄铁大钟 也在刹那间千疮百孔 一个月前 他娘弹的地混沌 苏云站在先天神井边 面色铁青 愤愤地破口大骂 把宝物练得这么狠做什么 池小瑶站在他身边 不知道他井中栽莲之后 为何突然发脾气 也不敢问 苏云走来走去 心中盘算 我去救幽朝声道游 肯定行不通 就算我是道经八重天 就算幽朝声恢复一半战力 也抵不住地混沌的五口中 那五口破中的威能实在太强 轮回圣王吹嘘他的飞环 还在混沌中之上 可见是在自己脸上贴金 而且贴狠狠厚实 他苦思对策 愁眉不展 数日之后 轮回圣王飞出一轮 将幽朝声轰杀 苏云闻逊 也懒得动弹 心道 一事就不了 索性不去救 不如趁这段时间研究 如何才能突破到道境九重天 他勤修苦练 对飞升之路的战事 丝毫不放在心上 如此苟活了十年 低呼 欲言昭帅领结灰仙大军 大破星河长城 诛杀众精灵 天后 先后 隐隐等人 将所有迁徙的人们 杀得一干二净 苏云虽然心痛如鸽 却始终未曾露面 十年之期已到 轮回圣王突然在地亭上空现身 一道轮回飞环飞来 砸在苏云的脑门上 顿时要了他的性命 呵呵笑道 而今轮回终于安静了 十年前 苏云站在先天神井边 面黑如铁 咬牙切齿 他娘弹的轮回圣王 我忘记要与他的书生轮回 分身结个善缘 以至于这次时间一到 便直接跑过来杀我 他当即动身 追赶幽朝生的小世界 途中果然遇到了书生轮回 苏云归还轮回圣王的神通 结了个善缘 便禁自返回地亭 书生轮回见状 连忙道 你不去搭救幽朝生了 你修成先天道尽七重天 我必会诛杀幽朝生 免得你们联手 你不去救他 他必死无疑 咋地 苏云头也不回得去了 书生轮回见状 疑惑不已 这一世 苏云果然活了下来 至于第七仙界的众生 只有地亭一脉保全下来 其他人悉数阵亡 苏云勤修苦练 努力参悟道境九重天 始终不得其法 这一日心血来潮 突然想到混沌大潮将至 于是前往太古禁区 打算寻一些其他宇宙的遗迹 当作机缘 他到了太古禁区 突然地动山摇 摇摇看去 不由目瞪口呆 只见大潮退去 混沌海被排挤开来 仙道宇宙与另一个宇宙 终于相交 两大宇宙在这一刻 终于连在一起 地混沌和轮回圣王 出生的那个宇宙 道界宇宙 这是我莫大的机缘 苏云上前 激动万分 我入侵道界宇宙 成为那里的外乡人 去正道道界 这时 只见从道界宇宙走来一人 是一个面无表情的中年男子 气息极为强大 上下打量他一番 目露一色 目光又落在苏云身后那些 被劫灰摧毁的世界上 我叫风啸忠 那中年男子 目光再度落在他的身上 对劫灰世界 没有半点留恋 反而对他生出了兴趣 你很好 我很喜欢 打算研究你 苏云奋起反抗 祖 万年前 地亭 井边 他娘弹的风啸忠 苏云头疼欲裂 他已经记不得 自己是几次死在 那个叫做风啸忠的 变态道神的手中了 另一个宇宙中的 道神风啸忠 不止出现在太古禁区 有时候还会跑到 第七仙剑 每当风啸忠 从另一个宇宙跑来 轮回圣王便归缩不出 躲藏起来 以至于苏云屡次 惨遭毒手 这些岁月里 苏云不是死在 轮回圣王之手 便是被这个叫风啸忠的 外乡人干掉 偶尔侥幸避开风啸忠 也无法挽回 地混沌死亡的命运 他也不知自己 度过了多少个万年 甚至有些麻木 浑浑噩噩 然而 他始终不能突破 始终无法完善 鸿蒙符文 修炼到道境九重天 或许我永远无法 突破道境九重天 苏云突然醒悟过来 低声道 或许道不应该抢求 我需得换一种思路 既然我无法 进入道境九重天 那么就研究 轮回圣王的神通道法 轮回圣王 才是一切罪恶的源泉 只要格杀了他 自然没有后来的事 他依旧不去 营救幽朝生 而是与书生轮回 结个善缘 然后便刻苦研究 轮回大道 而混沌之气中 轮回圣王突然警醒 神区一摇 奋出八个分身来 道 诸位道友 我屡屡察觉到 有力量侵袭 连我这等掌控 轮回的存在 都被其侵袭 可见必有古怪 我怀疑是 地混沌在暗中 动了手脚 劳烦诸位 寻到地混沌的尸身 那八个轮回分身 各自拥有 不同的轮回大道 纷纷道 我们搜遍这团 混沌之气 一定要将这老贼找出来 他们四下散去 搜寻数月 始终找不到 地混沌的尸身 于是纷纷回归 轮回圣王本体 轮回圣王陈吟 地混沌会去哪里 他明明即将彻底死亡 连混沌之气 都无法保留在体内 四下一出 我能感受到 他就在此地 不可能离开 可为何找不到他 他守在此地的目的 就是看住地混沌尸身 免得再生事端 他也能感觉到 地混沌的气息 就在混沌之气中 然而搜遍混沌之气 也没有寻到 这就古怪了 等一下 轮回圣王图的毛骨悚然 瞪大一只只眼睛 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地混沌乃是 巴翘中月死后的尸身 在混沌海中得到 他是混沌生物 不在轮回之中 他的一张张面孔 露出惊恐之色 我找不到他的原因 是因为我在一场轮回之中 我找不到地混沌 是因为他是混沌生物 跳出轮回 有人搭建了一场 无序轮回环 他恐惧地有些发抖 抖着抖着 便不再抖了 不对 不是无序轮回 苏云变强的过程 有些不可理解 这说明不是无序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 有序轮回 是苏云 利用轮回神通于弄我 他目光闪动 洞察第七仙界 猛然目光落在苏云 所开辟的一口口 先天神井上 找到了 第938章 逆天改命 轮回圣王目光 死死盯着帝都中的那口井 突然催动轮回神通 将整个第七仙界 扭曲成一道轮回环 他想回溯时光 查看过去 苏云在那口井中布置了什么 以至于连自己 也被困在有序轮回之中 无法脱身 此时 距离十年之期 只剩下三年时间 幽朝生已死 第七仙界 其他反抗势力 也被截灰怪痴得一干二净 天后 地昭 众精灵等人纷纷阵亡 即便是盈盈 苏杰 于青罗等人 也未能幸免于难 第七仙界 只剩下地庭最后一批幸存者 靠着苏云的先天神井 轮回圣王拨动轮回 回溯时光 回到七年之前 他正愈奋出书生轮回的时刻 他的目光落在地庭上 注视着那时的苏云 那时的苏云 借助他赐给地乎的 那道轮回神通 画出无数个轮回中的自己 组成太一天动魔轮 因为先天一气 都是由一个鸿蒙符文组成 鸿蒙便是一 唯一 所以苏云 一统无数个轮回中的自己的法力 无数个苏云的法力堆砌 法力雄魂 足以跨越道境九重 道境十重 直追轮回圣王巅峰时期 此时的苏云 法力堪称无敌 只是在轮回圣王的眼中 他还是有着弱点 道横高 法力高 境界低 随时可以被他收回轮回神通 那时苏云的法力源泉 是轮回圣王的神通 只要收回神通 便可以将苏云打回原形 这个破绽太大 普通人贸然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一定会试图摆平一切 杀地乎 平天下 再除掉轮回圣王 但是苏云的第一个选择 却是早景 他以无比雄魂的先天一气 凿十二口先天神景 直通混沌海 以自身的鸿蒙符文烙印紧闭 将混沌海水化作仙气 和天地元气 为地亭众生续命 然后轮回圣王看到苏云凿 第十三口先天神景 比前面十二口还要吃力 激烈得更为认真 最后 苏云取出一道绚烂的灵光 轮回圣王眼角剧烈跳动 这是宇宙的先天灵根 一个刚刚诞生的宇宙才会出现的东西 根本不可能被苏云掌握掌控的东西 道界宇宙中也有这等灵根 是宇宙开辟之时形成的无上圣物 每一种灵根都有着不可思议的能力 但是 像先到宇宙这等非自然开辟的宇宙 有着先天上的残疾 并非在瞬息间一举诞生 而是地混沌开辟 轮回圣王不断加固在开辟 才有精的规模 因此无法生出灵根 他的灵根是得自焚宇宙 轮回圣王顿时醒悟过来 苏云进入焚宇宙的那十年 的确成为了外乡人 这个外乡人已经够他头疼 但外乡人又带来了一个外乡的灵根 苏云以灵根为先到宇宙的根处 贯穿第七仙剑 扎入混沌海 让灵根深入混沌海之中汲取力量 那时苏云的法力已经足以笑傲当世 超越幽朝生这等道神 与轮回圣王媲美 他凭借这股法力 以轮回圣王的神通加持灵根 将这珠灵根的功用完全发挥出来 这股力量完全可以笼罩 从第一仙界到第八仙界的仙道宇宙 也就是从那时起 我落入他精心设计的有序轮回 难怪我查看他的未来时 找不到他的第一种结局 想来他已经经历过了 轮回圣王十六章面孔 阴晴不定 这么一来便可以解释 他为何突然间修炼到道径八重 修为实力提升那么快 也可以解释他 为何不去营救幽朝生和那些他在意的人 因为 就算这些人死在这场轮回中 下场轮回 他们还会归来 真正的历史尚未成为历史 这些人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那么 他到底经历了多少次轮回 他转过头 将第七仙界的轮回向前拨去 突然间目瞪口呆 只见在第七仙界的轮回上 多出了异常繁多的支支叉叉 这些支叉 并非全部来自苏云死亡的那个时间点 大部分支叉出现在时间点之前 这些支叉数以千计 每一条支叉 延伸出一道独立的轮回 一时间 轮回圣王 轮回圣王竟然分辨不出 此刻他站在哪条轮回线上 他定了定神 十六颗脑袋分别看去 只见所有轮回都是朦朦胧胧胧 让他看不到未来 因为 轮回圣王所知的那个未来 已经过去了 臭小子 有一手啊 轮回圣王冷笑 不过 既然我已经知道了 那么你的算盘便注定落空 他突然起身 走入第七仙界形成的轮回环中 身形从混沌之中消失 下一刻 轮回圣王便已经出现在地庭 进入帝都苏云的地宫之中 苏云正在刻苦研究轮回大道 突然心有所感 急忙来见轮回圣王 脸色微变 道 道兄 十年之期还有三年 为何这是来了 莫非要取我性命 轮回圣王四孝非孝 我说你死在三年后 便让你死在三年后 绝对不会有第二种可能 不过 地混沌消失 我也没有其他道友 连都说话的人都没有 未免寂寞 因此找你聊聊 苏云微微欠身 圣王大驾光临 寒舍彭壁生辉 轮回圣王移动脚步 四下巡视 笑道 苏道友自从送还我的神通之后 便没有离开地庭 莫非在图谋什么大事 苏云摇头道 我一个将死之人 所有亲人战友 都已葬身在结辉县的腹中 还有何大事可图 轮回圣王目光落在他的脸上 只见他形容哭狗 万念俱灰 道心处在衰败哭王之中 显然这七年来并不好过 若非我亲眼看到 道友在井中中连 我便相信你了 轮回圣王不禁感慨 苏道友可以与帝乎一起搭个戏班子 同台唱大戏 料想你不输他 苏云心头一跳 轮回圣王似笑非笑道 从你精湛的演戏功底来看 想来苏道友已经轮回了不知多少糟了 我想问一下 道友经历了多少次轮回 苏云反而稳住了心神 笑道 还是被道兄看穿了 实不相瞒 我并未刻意计算过多少次轮回 有时候死得太快 有时候时间太漫长 因此无暇计算 不过 料想也有四五千万年了 轮回圣王不禁动容 四五千万年 你应该已经死了数千次了 数千次死亡 没有让你气馁吗 苏云坦然道 气馁过 但我若是因此一蹶不振 我的亲人朋友 第七仙界的人们 以往六个仙界的传承 便会因此断去 因此 我虽然气馁 却依旧振奋精神 继续前行 寻找破局的可能 轮回圣王停下脚步 此时两人已经来到地宫中的后宫 第十三口先天神井 便隐藏在这里 轮回圣王遥遥望见那口神井 目光闪动 凯然道 从前苏道友的道心 并没有现在这般稳固 你的成长我都看在眼里 令我既是感慨 也是唏嘘 苏云微笑道 圣王感慨什么 唏嘘什么 感慨你切而不舍 感慨你 为了这些凡夫俗子 而一次又一次耗尽性命和智慧 感慨你付出这么多 而他们却一无所知 你的坚持和努力 打动了我 轮回圣王道 这处宇宙灵根的触发条件 是你的死亡吧 你经历了四五千万年 一次又一次死亡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绝望 却又重新振奋起来 我唏嘘你如此努力 如此坚持 如此智慧 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你的一切作为 最终只能成为 我的轮回中的一朵浪花 一朵稍微起眼的浪花 它露出笑容 看向苏云 眼神中既是怜悯同情 也有着绩效嘲讽 我掌握轮回大道 控制时空 你借我的轮回神童投机取巧 修炼了数千万年 修为实力大尽 你以为掌握轮回的我 就没有这么做过吗 轮回圣王道 我可以随意动用轮回之道 修炼亿万年 我可以在刹那之间 轮回无数世 我可以降生在不同世界 体验亿万种人生 我活过的岁月 比你所知的任何人都要古老 即便如此 我依旧无法恢复到 最强大时的状态 你知道 你无法突破 道径九重天的原因吗 苏云道 我积累不够 倘若在花费数千万年 或许我便可以突破 先天道径九重 错了 轮回圣王摇头 毫不留情地揭破真相 你在轮回中 永远也无法修成 先天道径九重 你的道横太高 理念太超前 超越了你自身的能力 甚至超越我的轮回大道 是你的道横和理念限制了你 让你无法进入道径九重天 无论你浪费再多光阴 也依然如此 苏云沉默片刻 道 这就是圣王道兄 始终在地混沌身边为奴 只有等到地混沌彻底死亡 才能获得自由身的真相 轮回圣王瞳孔咒缩 苏云继续道 你不能恢复到最强状态 是因为你蠢 并不能意味着 我与你一样愚蠢 轮回圣王哈哈大笑 摇头道 我真想 让你一世又一世地轮回下去 看着你虚度无穷光阴 看着你越来越迷茫 日渐丧失斗志 看着你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 嘴里刀念着死去的朋友和亲人 我真想看着你就这样烂下去 只可惜 我懒得陪你 他调动浩瀚法力 向先天神井抓去 你想救杀你 做梦 我只会抽出这道灵根 截断轮回 让你真正陷入亲友死亡的莫大悲痛之中 让你道心破灭 彻底绝望 他的手掌尚未落在先天神井上 突然一口玄铁大中浮现 挡住他的手掌 我要让你之后的人生 充满悔恨 轮回圣王腰间五口混沌中飞出 咔嚓一声 将玄铁中压的扭曲成一根麻花 他的手掌再无阻碍 就在此时 突然井中灵光迸发 一株莲花将他的手掌顶起 让他手掌无法落下 轮回圣王正住 这宇宙灵根突然爆发 显然是触发了有序轮回 可是 他并未斩杀苏云啊 他猛然回头 只见苏云站在那里 灵界敞开 一道绝世剑光洞穿了他的身体 刺穿了他的元神 那道剑光 是苏云自己的剑光 苏云在最紧要的关头 挡下轮回圣王的第一击 同时催动剑道九重天 斩杀了自己 轮回圣王心头震撼 收回手掌 向元神湮灭的苏云道 苏道友 你就算逃过此劫 也逃不出下一场轮回 我识破你的诡计 有的是办法 将这段记忆 传递到下一场轮回中 苏云肉身生机飞速枯竭 露出笑容 没有下一场轮回了 圣王我们再度相见 便是件真掌 这一次 我不再逃避 仙天灵根爆发 光芒席卷 将它们淹没 七年前 仙天神井旁边 池小瑶疑惑到 记住这一刻 为什么记住这一刻 她还未来得及说完 却见苏云催动太一天都魔伦 将刚才祭连刀烙印 在宇宙中的莲花催动 把这株仙天灵根 从井中连根拔起 收入自己的灵界中 池小瑶愕然 大为不解 苏云明明刚刚把这株莲花种下 为何突然就改变主意 把它拔起 男人 都是这么善变的吗 她心中暗道 她并不知道 这短短一瞬 对于苏云来说 已经过去了四五千万年之久 她也不知道 苏云在这段时间 经历过多少次悲欢离合 经历过多少次生死离别 苏云默默地站立在仙天之景前 过了片刻 突然仙天到尽八重天爆发 仙天一气 呼啸席卷四面八方 很快覆盖了帝都 覆盖了帝庭 仙天一气入侵帝庭之外 浩浩荡荡荡 所过之处 一切结灰 尽皆化作天地元气 一切枯萎的草木 凋零的花朵 尽皆复苏 她的仙天到尽笼罩之处 一切化作结灰的生灵 纷纷恢复肉身 迷茫地站在那里 东张西望 仙天到尽不断扩张 笼罩范围越来越广 很快超越了天空 来到天外 天外已经陷入死寂的星辰 逐一恢复亮光 昔眉的太阳也被点燃 星空渐渐明亮起来 仙天一气笼罩的范围越来越广 苏云的道径越来越大 渐渐要将第七仙界的主大陆笼罩 不仅如此 她的道径 入侵第七仙界的星空 她的法力 将要笼罩整个第七仙界 她不仅要逆天改命 将死亡的第七仙界 从节灰中拯救出来 她还要让轮回圣王看一看 她不死 无人能灭第七仙界 无人能动第七仙界的众生 这一次 她将要决战轮回圣王 第939章 地混沌与风道尊 宇宙灵根被驱走的前一刻 地混沌的尸身广大 如同大陆 漂浮在宇宙灵根形成的轮回时空之外 这种情况极其诡异 仿佛她与苏云 轮回圣王等人不在同一个时空 但她又在苏云和轮回圣王所在的时空中 只是她无法接触到 那个时空中的一切 苏云所在的时空 像是梦幻泡影般充斥在她的四周 这就是跳出轮回 不受轮回的干扰和影响 对于地混沌来说 她可以静静地 看着轮回中发生的一切 当然 她也不能进入轮回之中 插手轮回中发生的一切 蹊跷道凶 那个屡次捕获苏云的 异域道神风效忠 从轮回中走来 向地混沌建立 她不知何时也跳出轮回 来到这片奇异时空 身后漂浮着一座 游道组成的宫殿 地混沌坐起身来 撇了撇她身后的道殿 对那里颇为忌惮 声音轰鸣 以死之人 不便见权力 封道尊见谅 风效忠目光奇异 上下打量她 地混沌心中凛然 知道她极为危险 素来没有是非官 也没有道德观 亲情友情 对她来说极为淡薄 自己的前世 是她最好的朋友 也被她研究 若是她对自己动手 自己真的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风效忠观察一番 道 我可以救治你 不用 地混沌断然拒绝 我可以自救 无需你帮忙 风效忠便没有勉强 道 这就是你所说的新宇宙 太弱了 如何能与道界对垒 地混沌见她对自己 没了兴趣 这才放心 笑道 距离与道界相交 还有万年 何必着急 风效忠纠正她 9742年 地混沌知道她素来认真 提醒道 风道尊既然跳出了轮回 那么应当看出 苏道有的不凡 他若是正道 成就之高 只怕不可估量 你何不化解与她的恩怨 一说起苏云 风效忠顿时眼睛亮了 道 她很有趣 她的道法走得路径 我前所未见 一枚符文直达大道尽头 我从未见过这种表达方式 地混沌笑道 她的大道理念 是一 这个一 代表的是她的道 不是数字 也并非空间上的一条直线 而是时空的起点 世间大道的源头 从这里迸发出无量时空 迸发出世间万道 她称之为鸿蒙 风效忠若有所思 道 多谢指教 地混沌继续阐述苏云的大道理念 道 你再杀她几次 也会发现这一点 我不过是提前告诉你而已 苏云的一 不止于此 一的左右相应而生 互为最大相反数 就像你看镜子 看到的自己是最相反的自己一样 她的话很难懂 风效忠却听懂了 不禁动容 道 也就是说 镜中人是她 镜外人是她 但都不是全部的她 她是一 处在镜内与镜外之间 地混沌赞道 你的悟性太高了 居然能领悟出这一点 风效忠道 她的大道理念极高 可是正道也难 即便走你的道路 正道也无比困难 地混沌笑道 她走的并非是我的路 我的正道于内 道界的正道于外 我还遇到外乡人 有的正道元神 有的正道肉身 有的正道法宝 还有正道于道 不易而足 但他们 与苏云道友的路都不同 这是一条我不知道的路 也是我无法踏足的路 她靠完成鸿蒙福尔而正道 风效忠目光奇异 回头看向自己的道店 地混沌也看向那座道店 不仅不慢道 她看似走我的道路 正道于内 但实际上早已跳出去了 我的道路 需要感悟天地间存在的大道 不断提升对道的感悟 最终达到体内道界圆满的程度 成为道神 而她则是不断完善鸿蒙福尔 以此正道 她修成道界 只是鸿蒙福尔自然而然的表现而已 经她一说 风效忠对苏云的道路理解更深 道 她的鸿蒙福尔早就超出了福尔的范畴 福尔是描述到 神通是描述到的现象 而她的鸿蒙福尔 是道的本身 福尔是用来描述到的 福尔与弦 重文 图腾 都是表达到的方式 但是鸿蒙福尔不同 鸿蒙福尔是只有一个 唯一一个 因此 鸿蒙福尔就是道的本身 这就是苏云的大道理念 超越帝混沌的义 超越外乡人的同的原因 帝混沌眼前一亮 福长赞道 正是如此 既然你也看出她的前列 为何还要收集她这么多的尸体 风效忠身后的道殿之中 不知多少具苏云的尸体陈列 每一个苏云都被切得整整齐齐 被分割为无数薄片 这些苏云是一场场轮回中 死在风效忠手中的苏云 苏云以宇宙灵根布置而成的 有序轮回并不能困住她 甚至连苏云的尸体 都被她从轮回中带了出来 帝混沌言语再进一步 道 她在求道的路上 将来或许能正道 或许不能 但倘若她正了道 你会因为此举 带给道界宇宙无尽的苦难 你虽然不在乎 但你的后代不能不在乎 风效忠犹豫一下 她原本没有弱点 但后来有了家庭 也就有了弱点 帝混沌的话 直指她的弱点 让她有些迟疑 帝混沌看出她的犹豫 笑道 她的道是鸿蒙 尸身也是鸿蒙 不论死活 都是鸿蒙 只要你肯归还 她自然会收回这些身躯 风效忠道 既然如此 我归还便是 道殿飞来 无数苏云薄片 从道殿中飞出 拼接成一个个完整的苏云 帝混沌稍稍放心 只是帝混沌没有注意到的是 那道殿之中 还保留着一片苏云切片 就在这时 苏云收起宇宙灵根 轮回消失 而他们二人 也再度进入真实世界 接着两人 便看到苏云敞开道镜 以先天一气 逆转整个第七仙界的过程 心中各自震动 苏云还不是天君 其道镜的广泊 便已经达到 地混沌八分之一的程度 要知道 仙界宇宙 便是地混沌的道镜 苏云的道镜 覆盖第七仙界 这等成就 已经是旷古绝经 在苏云的道镜笼罩之下 困扰所有人的结辉化 立刻停止 所有结辉都还原成天地灵气灵力 化作结辉的生灵复苏 即便是结辉仙 即便是身染结辉病的大地 也在不知不觉间痊愈 这是对轮回圣王的挑战 轮回圣王要地混沌 尽快彻底死亡 便需得让八个仙界的天地大道 悉数结辉化 让那些有希望修成 道尽十重天的存在 死在浩劫之中 而苏云甚至连结辉仙 都治愈了结辉病 釜底抽薪 让恢复血肉之躯 和姓灵的结辉仙 不必再跟随着地乎四处屠杀 浩劫自然不复存在 掀桌子了 风啸忠疑惑道 地混沌点了点头 掀桌子了 苏云直接把桌子掀了 他没有按照轮回圣王定下的规矩来 让轮回圣王 除了亲自出手之外 无解可想 风啸忠道 他现在还不是轮回圣王的对手 地混沌点头 远远不是 风啸忠道 但是你收走混沌中 他还可以与轮回圣王斗一斗 地混沌眼角抖了抖 风啸忠顿时醒悟 你没有元神 只有姓灵 所以 你的忠未必是你的忠 地混沌点头 询问道 风道尊何时回去 风啸忠道 这就走 他却没有移动脚步 而是想看一看 苏云如何失为 突然 混沌支气震动 轮回圣王从混沌支气中杀出 风啸忠看了一眼 道 轮回圣王的伤还没好 地混沌道 以他的性格而言 伤势未愈的情况下 他不会与拥有宇宙灵根的苏云硬拼 风啸忠道 只是拖延七年时间而已 七年后 轮回圣王伤势痊愈 便会痛下杀手 地混沌瞥他一眼 成为道神之后 你的话变多了 你何时回去 就走 然而 风啸忠还是没有动身 继续关注轮回圣王的动向 而经第七仙界与苏云的道径重叠 第七仙界是地混沌的道径 也就是说 苏云的道径 与地混沌的道径重叠 轮回圣王飞出混沌之气后 立刻意识到这一点 从先前的圣券在握 变得有些迟疑 风啸忠道 轮回圣王在担心苏云利用你的道径 壮大自己的修为 自从我杀掉另一个他之后 他的胆子便小了许多 轮回圣王尚未出世 便被地混沌前世一刀劈成两半 另一半也是轮回圣王 实力极为强大 然而那个轮回圣王 正是死在风啸忠之手 地混沌道 苏云利用先天仪器 将我枯萎的大道复苏 我第七道径中的天地大道 尽数为他调动 如此一来 将他的修为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再加上宇宙灵根 轮回圣王有所迟疑 很正常 你还不走 风啸忠道 我在这里 让你紧张了 地混沌额头冒出青筋 青筋跳动 道 你比以前话多了 也更好奇了 从前的你不会过问这等事情 就算是天塌下来 你也只会觉得事不关己 风啸忠沉默片刻 这才道 从前的故人和敌人相继死亡 你远渡混沌海 太皇进入道界 我很寂寞 他的目光萧锁 声音中带着落寞 你们都走了 我无敌了 再无人能让我再进一步 我一直在等待两个宇宙相交的那一刻 这里已经成了我的执念 地混沌道 两个宇宙在9742年后才会相交 你何时走 我送你 风啸忠摇头 惆怅地转身离去 请客间走出第七仙界 与道殿一起进入混沌海 消失无踪 地混沌舒了口气 风啸忠这样恐怖的存在 留在仙道宇宙 让他坐我难安 死都死得不安心 这家伙 比从前更强了 也更危险了 他心中默默道 他看向第七仙界 轮回圣王突然取下轮回飞环 明晃晃的飞环 向幽朝生所在的星辰飞去 欲除苏云 先除幽朝生 帝混沌目光落在 那道飞环上 他也在等待这个结果 只有苏云 才能治愈幽朝生 只有幽朝生 才能成为苏云击败 轮回圣王的壁主 因此 苏云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幽朝生死亡 就在轮回圣王 祭出飞环的同时 苏云催动太义天都魔伦 那魔伦中 依旧束缚着轮回圣王的神通 同时有着不知多少个苏云 万万千千的苏云 同时伸出手掌 拍在玄铁大钟上 瘪巴巴的玄铁大钟 顿时恢复从前 万千的苏云 同时记起圆神 在天空中融为一体 化作惊天圆神 寄入玄铁钟内 玄铁钟呼啸而起 打开重重空间 向天外而去 当 玄铁钟出现在幽朝生 所在的那颗星球上方 与突然出现的轮回飞环相撞 以这颗星辰为中心 顿时有无数星辰烟灭 消失 第940章 大善人和善解人意 苏云复苏第七仙界的 天地大道和元气 让自己的道境 与地混沌的道境重叠 同时驾驭太义天都 集合所有轮回中的 自己的元神 祭练玄铁钟 与轮回飞环印拼一技 就是要证明给轮回圣王看 自己拥有与他抗衡的本钱 钟下 只有幽朝生所在的 那颗星辰是完整的 钟外 一切进阶化作飞灰 玄铁钟被敲了这一技 突然晃动一下 从钟内又奋出一口玄铁钟来 与此同时 这口大钟表面还烙印着 轮回圣王留下的18个掌印 四周星辰烟灭的一瞬间 顿时有18道轮回环 以大钟为中心 向四面八方切去 这些轮回环锁过之处 烟灭的星空 顿时恢复如初 然而飞环叮铃铃震动 恢复的星空又再度烟灭 当 飞环再度撞击玄铁钟 四周湮灭的星空顿时旋转 宛如万花筒一般 星空时而恢复 时而湮灭 时而化作其他各种形态 颠倒了乾坤 错乱了时空 而处在钟下的那颗星辰上 虽然被玄铁钟保佑 但还是有轮回飞环的 微能入侵进来 数千万人包括重伤的幽巢生 也在撞击中化作各种形态 有人化作大蘑菇 有人变成草吕虫 有人从鞭毛生物飞速进化 有人变成飞禽走兽 还有人则 干脆变成一块丸石 幽巢生坐在轮椅上 轮椅上的男人识男识女 识人识寿 有时候还会变成一个盆栽 又有时化作一个 断了腰的癞蛤蟆 从星辰往上看去 只能看到一口无比庞大的剧钟 环绕着他们 这颗星辰 硕大到让人感觉到压抑的地步 光 中外 飞环撞击在玄铁钟上的一瞬间 大钟阵战 又从钟内分裂出一口大钟来 三口玄铁钟 几乎一模一样 看不出区别 另外两口玄铁钟 迎击飞环 这三口钟 虽然看起来一模一样 但是钟内蕴藏的道法 却是截然不同 那轮回飞环神出鬼没 搅动时空 从各个方位积来 却始终被两口玄铁钟挡下 更为古怪的是 伴随着轮回飞环的敲击 一口又一口大钟被敲了出来 数量越来越多 每一口大钟看起来一模一样 但钟内蕴藏的道法 却完全不同 轮回飞环被这些大钟相继撞击 也是摇摇欲坠 突然 这飞环升起 越来越大 大有要将整个第七仙界 纳入飞环之中的趋势 混沌之气外 轮回圣王动了真怒 冷笑道 苏云 我识破你的手段 岂会再让你愚弄 不让我打杀幽朝生 我便将第七仙界 收入飞环之中 直接将第七仙界练化成灰 大不了 重新给地混沌 开辟一个第七仙界便是 也不算违背诺言 他虽然身上道伤尚未痊愈 但轮回飞环的威能 相当于另一个他 威力着实非同小可 只见飞环与第七仙界 几乎一般大小 整个仙界向环中跌落 同一时间 一口口大钟 飞向第七仙界的宇宙边垂 钟声震荡 稳住仙界 从飞环中迸发的一股股恐怖威能 悉数被那一口口大钟挡下 伴随着玄铁中数量渐渐增多 飞环越发难以炼化整个仙界 轮回飞环渐渐不知 这是逼我 轮回圣王取下五口混沌中 正要将混沌中抛出 打杀幽朝生 却见苏云向这边走来 轮回圣王眼角一跳 没有抛出混沌中 心道 苏云借我的神通 练出轮回中不计其数的自己 以此为基础 将自己的法力 提升到足以与我抗衡的地步 他借此机会 激活第七仙界的天地大道 让他的道径 与地混沌的道径重叠 我就算收回那道神通 也难以与地混沌的法力抗衡 他伤势没有痊愈 修为受限 眼下与苏云相争 必然会吃亏 轮回圣王做出这个判断 立刻收回轮回飞环 那飞环突如其来 向苏云脑后撞去 却猛地撞在突然出现的玄铁钟上 这口玄铁钟 正是守护着幽朝生所在的 小世界的那口 苏云掌控轮回圣王的一道神通 收回玄铁钟 几乎与轮回圣王 收回飞环一样迅捷 盛王心中忌惮 呵呵笑道 苏道友 你我一战 第七仙界势必会被打得灰飞烟灭 上苍有好生之德 我也不愿多造杀念 你我去太古禁区一战 苏云忌惮他掌握的混沌中 轮回飞环虽然不能伤到他 但无口 混沌中一出 只怕能将他打得粉身碎骨 道兄有此悲天抿人之心 我自然乐于奉陪 苏云笑道 道兄伤势尚未痊愈 我也有些琐事需要安排 不如等上十年 待到十年之期 道兄再取我性命 如何 轮回圣王目光闪动 行道 我的伤势不需要十年时间 只需要七年 便可以治愈小伴 之后便可以催动轮回之道 让我自然而然地 恢复到巅峰状态 我可以提前三年解决他 他随即凛然 想到 不过他的目的 也不是等我疗伤 而是让他有十年时间 为幽潮生疗伤 幽潮生若是伤势痊 再加上苏云 这二人便有对付我的可能 他选择在太古禁区一战 是为了避开地混沌的道径 八大仙界 都是地混沌的道径 只要身处其中 苏云便可以复苏帝 混沌的一个道径 借来地混沌那滔天的法力 苏云若是离开仙界 便无法借来地混沌的法力 自然不会是他的对手 那时 他弹指尖弹飞玄铁中 收走自己的神通 破了苏云的太义天都 还不是想怎么拿捏苏云 便怎么拿捏 苏云提出十年之期 显然是打算医治幽朝生 与幽朝生联手围攻他 两人各有算计 轮回圣王呵呵笑道 苏道有事的大善人啊 既然如此 我便听道友的劝 养十年的伤 苏云笑道 道兄善解人意 难怪地混沌这么喜欢你 要你做他的奴仆 两人目光错开 强自忍耐 干掉对方的冲动 再看对方一眼 他们真的会忍不住出手 苏云没有与轮回圣王继续寒暄 镜子前往幽朝生所在的小世界 来见幽朝生 轮回圣王则沉阴片刻 身躯一摇 一黑一白 两个分身落下 弓身道 道兄有何吩咐 轮回圣王道 苏云要解救幽朝生对付我 我虽然可以在七年后治愈到伤 但他的道法神通不可思议 很难应付 因此 我需得提防他 提前治愈幽朝生 我需要有人来对付幽朝生 这个人 便是地乎 黑一轮回文言道 道兄 杀死苏云并非目的 而是道兄厌恶苏云 因此想除掉他 道我们的目的道兄 不要忘了 切莫因小时大 轮回圣王道 我自然不会忘记 我们的目的 乃是恢复自由之身 若要自由之身 便不能让任何人 有突破仙道 十重天的希望 白一轮回道 铁昆轮 地诀延续文明 使文明没有随着 六大仙界的破灭而灭绝 地诀虽然被地乎蛊惑而昏庸 成为道法神通 在进一步的绊脚石 但到了第七仙界 这里的众生 继承六界渔猎 已经有突破 道尽十重天的趋势 因此毁灭第七仙界 势在必行 否则第七仙界 会有人突破到第十重天 让地混沌复苏 黑一轮回道 如此一来 我们重获自由的日子 便遥遥无期 不如先把第七仙界灭了 杀光这里的所有生灵 断绝了文明 如此一来 地混沌便附身无望 轮回圣王不悦 你们是我所统育的大道 神道 魔道 也是我的想法 落地之后 怎么便敢忤逆我的意思 黑白轮回只好低头 没有说话 轮回大道实在精妙 这二人虽是他的分身 但落地之后轮回一转 便拥有了自己的思维意识 因此 与轮回圣王的思想有些不同 轮回圣王道 苏云是何人 他精通先天一气 现在便可以将陷入 结辉之中的第七仙界复苏 将来若是他修炼到九重天 只怕便可以把所有化作 结辉的仙界统统恢复 那时 地混沌被他吊着一口气 想死也死不了 因此 苏云必须死 黑白轮回醒悟过来 低头乘势 轮回圣王将飞还给他们 道 你们收来地呼 带他来见我 不要节外生枝 我与苏云有十年短暂和平 你们若是轻举妄动 只怕会打破平衡 黑白轮回微微诺诺 带着轮回飞还离去 两人直奔星河长城而去 黑一轮回道 圣王也太小心谨慎了 唯恐我们做事不合他的意 白一轮回道 他的话也没有错 我们照做便是 星河长城 本是众精灵 苏杰 天后等人 搬运星河打造的壁垒 阻挡劫灰仙大军 让第七仙界的人们 有机会逃到仙界之门 双方僵持在星空中 厮杀不断 不过当苏云的先天道径铺开 来到这里 那些劫灰仙 便飞速恢复肉身 回到生前模样 从死亡中活了过来 战场之上 双方刚才还在厮杀 现在却突然安静下来 只剩下一个个呆呆地 站在那里的人们 有人想起 自己曾经吃过很多人 忍不住弯下腰哇哇呕吐 还有人跪在地上 为自己犯下的杀孽忏悔 那些被他们吃掉的杀掉的人们 是无法复生了 他们摧毁了不计其数的小世界 吃掉了亿万众生 这罪孽会纠缠他们一生 曾经席卷第七仙界 将天地元气 化作劫灰的劫灰仙大军 摆脱了地乎的控制 让地乎不经手足无措 他之所以能控制劫灰仙 是因为劫灰仙 没有多少自主意识 只知道 吞噬天地元气 减少自己的痛苦 现在这些劫灰仙 恢复了肉身 恢复了性灵 恢复到从前的模样 便再也不需要他了 他依旧无比强大 拥有百万计的分身 其中修成递进的 也有七尊 但是他绝对无法 消灭对面的敌人 起来 仙相玲珑鹤道 随我决战 杀掉对面的反贼 跪地的仙人 无人理睬他 突然 一位到尽八重天的强者 记起先兵 划破一片星空 带着自己麾下的将士 走入那片星空 他猛然插剑 跪地 一片星空球龙行程 将那片星空封印 他们无言在见世人 只好自我封印 战场上 更多的仙道光芒亮起 那是一个个 自我封印的仙道强者 他们封印自己 除了内心上的愧疚之外 还有便是担心自己 再度沦为杰灰仙 做出违背自己道心的事情来 帝乎又惊又怒 战场上仙道光芒此起彼伏 他麾下的将士越来越少 终于 只剩下他与预言招二人 完了 帝乎皮囊眼角剧烈跳动一下 就在这时 一黑一白两个轮回圣王走来 白衣轮回笑道 怎么会完了 帝乎 你走大运了 黑衣轮回记起飞环 将当年的大地园九州 魏哲山 楚公瑶等人逐一抖了出来 兴奋到 帝绝造下的念 终是要还的